是跟香明星来看热闹的 只是万千占比一点 我推荷就吃了 路舍 登七七 ORC 三杯啦 傻眼猫咪 8加9 94光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 不能再高 信信吧 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紫爆紫爆紫爆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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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LE POWER 香明紫爆爆 我是Dr.MoMo 敬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冷呢 虽然没有冷到霸王级寒流的程度 但也是入洞后的最强寒流 我现在身上等于穿着羽绒衣 还有搭配围巾了 而这次的寒流呢 恰巧也遇到了 大学学测 想必我们的学生 应该也都有做好保暖措施吧 今年113年的学测呢 总共举行三天 从1月20号考到1月22号 而1月20号呢 上午考数学A 下午考自然 1月21号 上午考英文 下午考国众跟国写 1月22号 上午考数学B 下午考社会 而每次的国写呢 都会成为 新闻的焦点 各方补教业名师 都会分享 究竟要如何 在国写的部分 拿到高分 不过如果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应该对于国写这两字 有点陌生 我们这个年代应该叫做作文 但现在就叫做国写 现代的国写 就是过去的作文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年代的差异 而国写呢 其实就是国文写作解析的简称 既然每年大家都这么在意 国写的题目 那我们来瞧瞧 今年的题目有什么特别的 今年的国写呢 分为两大题 第一大题 要写标签的正反作用 针对考题一 还有其中的一段文本 问题一的文本呢 就是写说 标签的正面作用 是赋予人们正向期待的标签 则可能使其调整行为 以符合标签的内容 展现个人价值 让人印象深刻 但标签有负面作用 就是会让人受到商品式的对待 并可能形成刻板印象 听到朋友你有听懂这个文本吗 我觉得真的很为难我们的大学学测的考生 既然如此 我们来看看补教业的名师 针对第一大题 他们有什么指教 就由补教老师分享他们的观点 表示呢 这个第一大题的第一小题 是考验学生概括说明能力 必须要能精准扼要 归纳还有概括文章的内容 考生还有一个段落去描写 被贴标签或是贴了别人标签的经验 接着要阐述 因此产生了哪些作用 是正面还是负面 最后才陈述对于标签的想法 经过补教业老师的解释 不知道听众朋友 对于这个题目是不是更有想法呢 不管是贴别人标签 或者是被贴了标签 大家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正向 或者是负面的感受呢 简单的时候 我这一题就是 智琳姐姐的经典名言 不要给我打分数 但是裹血评分老师们 就是要给你打分数 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二题的部分吧 第二大题的题目就是 缝隙的联想 缝隙的联想 光这个题目 是不是就让人有奇怪的联想了呢 他的文本跟提示 是不是有机会 让我们 比较清楚了解 命题老师的需求 这个缝隙的联想呢 他也提供了一个文本 就是说 一 为什么森林需要缝隙 二 曾经我以为人生不需要缝隙 因为所有的缝隙闲 对我来说都是生命的浪值 三 直到我被压得喘不过气 就像满腹的森林 阳光照不进来也因为过度拥挤 使我吸收养分的根莖难以伸展 四 原来人生也是需要缝隙的 因为我们要不断的成长 而成长需要空间 生命的优雅需要余裕 养分的吸收也需要自由 为什么刚才的文本提示 我就已经听到了不少个单字呢 我们就来看看 不教业的名师对于这题有什么高见 不教老师指出说 这个题目给予的文本 就是要用森林的缝隙 比喻生活的空间 考生就要跟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 来写出自己的感悟 既然是针对森林为什么需要缝隙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考生们 应该都知道要怎么样借题发挥了吧 植物的根莖 呼吸 阳光 水 似乎也都需要缝隙才能传递吧 如果是小王也来写这个题目 你会怎么发挥 缝隙呢 对我来说就是找到休闲的时间 来说听HOVA的Podcast节目 有听有保佑 而且还可以给你增加很多 裹血的灵感 很想要讲作文的灵感 你就知道我们是什么年代的啦 而我们过去常说 万般皆下评 唯有读书高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真 接下来这起事件 大概就告诉我们 不读书 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些脱续的行为 就是在我们大学学生的第一天 20号当天 知名网红直播主TOYS一致 到知名YouTuber超哥的餐厅泳餐 只有吃到一半就发生蝶血事件 发生什么事啊 TOYS跟超哥不是先前才有 这个鸡排事件发生的冲突 怎么歹气脱棚又来第二出 我们这个网路上 不知道是号称还是自称 美食公道博的TOYS呢 在20号当天 去超哥的餐厅吃饭的时候 就被超哥锁喉痛殴 暴血坐在地上 身上还有多处的瘀青挫伤 紧急被送医治疗 天呐公然的暴力事件 而且还是在超哥所开的 日料餐厅里面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TOYS呢 觉得这个超哥开的餐厅 点评部分的食物不好吃 醋饭也不好吃 结果呢 超哥亲临现场 跟TOYS大讲道理 两个人从店内闯到店外 后来超哥呢 就没忍住脾气 直接当街暴打TOYS 本来以为是在店内 就展开迭血事件 还好是在店外 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 因为全程直播 所以在收看直播的 大朋友跟小朋友们 应该都看到这一起暴力的事件吧 当天的完整直播呢 里面就提到说 TOYS品尝了他们的生鱼片寿司 专饭 茶碗蒸 帝王蟹 海胆等等 直接点评说 鱼蒜新鲜 吃不到腥味 但是最后也结论说 海胆的品质不佳 以及醋饭非常难吃 美食这件事情 确实是很主观的啦 不过在餐厅里 在老板面前 还有客户的面前 就开始直播批评 引发了这起双方的争辩 甚至是暴力事件收尾 大概也是大家死料未及 而TOYS呢 入院之后缝了十多针 出院之后就直接前往警局 对超哥还有他同心的伙伴 提高了伤害 杀人未遂 恐吓 还有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等四项刑事告诉 网络上也针对 错就是错 开始展开一连串的讨论 毕竟大家都知道 打人就是不对 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 那为什么超哥还是打人了呢? 在这起事件当中呢 超哥要的其实就是一个面子 因为如果今天不动手的话 对身边的朋友交代不过去 而如果动手了呢 喜欢他这套的8加9就会更爱他 甚至更关注他 而网络上呢 针对TOYS的部分 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因为TOYS呢 知道观众渴望的就是混乱 他就是故意嘴巴剑 他要确保每一个言论跟行为 都不会被遣返出国 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一直发生 对齁 TOYS不是台湾人 如果做得太过火 就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所以呢 以这次的事件来说 其实TOYS跟超哥两个人 都会拿到自己所需要的关注 只能说YouTuber KOL 网红网美的 还有这些有钱人士的想法 跟一般人的想法 真的不太一样 正眼头要博眼球 还有吸引流量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总之这两个人 最后有可能都会没事 不知道是TOYS在太岁野上动读 还是超哥犯得太岁 我们现在先来听到来自HOVA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熊和协会的公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告诉你 怎么样平平安安不犯太岁 话说啊 葡萄太郎从海底龙宫回来之后 受不了好奇心的诱惑 终于打开了龙王公主交代她 千万千万不能打开的神奇珍珠宝盒 恰那间她成了一个白发苍苍 年近八旬的老人 势力也退化到极尽全盟的地步 哎呦哎呦我的老天爷啊 我怎么走也走不动眼 惊也看不清了 我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闷得回来的人生 我不要活 这时那只葡萄太郎 曾经住本小海龟 从天空上 乐下来 哎呦别说啥事啊 现在是21世纪 我们可以联络世界需要协会啊 世界需要协会 那是什么 世界需要协会 就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他们主要的任务啊 就是服务像你这样的中途市场者和家属 比如他们的平台上就会分享许多 国内外演集的相关研究资讯 他们也会与国际组织合作 办理专业医疗研讨会 另外啊他们也会帮你媒合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 哦 这么厉害啊 对了对了 他们还可以提供世上者及家属 个人及团体智商哦 啊等一下等一下 那要怎么找到他们啊 上网搜寻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好吧就可以啦 哎呦这个我不会了 我是善良小海龟 当然会帮你啊 看见希望看见光 走出黑暗看见色彩 HOL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好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我是Dr.莫莫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刚才说到有人是在太岁头上动图 有人呢则是犯太岁需要安太岁 但不是你家里的那位太岁哦 但究竟什么是太岁啊 俗话说的好太岁当头做无灾也有祸 所以每到奴隶年间呢 安太岁就会时不时出现在大家的耳里 大家都要安太岁 既然常说安太岁 那究竟谁是太岁 传统的民俗里面呢太岁新君其实有60位 每年呢有其中一个神职来轮职 负责施察人间善恶 还有掌管人间的吉凶祸福 原来太岁就是太岁新君 而且总共有60位也太多了吧 那今年是龙年 请问是哪一位太岁爷呢 今年的2024年龙年呢 当值的就是甲成太岁 李成大将军 所以究竟为什么要安太岁 你就想像呢太岁其实就是古代的皇帝 老百姓呢就是要稍微避开一下 不能冲撞到皇帝 所以才需要安太岁 去寺庙祭拜 来祈福消灾 求来年的平安顺遂 那究竟哪些人会犯太岁 谁又该安太岁 今年安太岁的生效呢 其实呢只要是跟当年年度相同生效的 都是犯太岁年 所以本命年的人就一定要安太岁 就是属龙的人 今年就是犯太岁 另外还有像属狗 属兔 属羊 跟属牛的人 今年都是犯太岁 需要安一下 那什么时候该安太岁呢 是全年都可以安 还是只有特定的时间 安太岁的最佳时间点呢 是每年农历的12月24号送神日 到正月15号的元宵节之间 换成今年的国历 就是2月3号到2月24号 那错过了该怎么办 如果这个区间 没办法就安太岁 就不能安了吗 如果不小心错过春节的话 之后的立夏 立秋 立冬 一样是可以安太岁的好时机 那既然已经知道自己 有没有犯太岁了 那究竟如何安太岁 里面有哪些细节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安太岁呢 其实有三种方式 分别是到寺庙里安太岁 线上安太岁 还有在家安太岁 先来瞧瞧到庙里安太岁 有什么要注意的 到庙里安太岁呢 可以请庙方统一上香 代为祭祀 费用大概落在300-1000元之间 而步骤流程呢 就是1.要准备鲜花 水果等祭品 先祭拜中央的主寺神 2.交给庙方一件个人衣服 俗称太岁衣 或是向庙方购买太岁衣包 写上姓名 出生年月日 生肖 生成八字 还有地址等个人资料 3.走入太岁殿 向太岁新军上墙 4.最后将太岁衣焚化 以完成仪式 5.切记年尾的时候再来还原 感谢神明一整年的保佑 看起来到公庙安太岁 已经蛮流程化的 有这标准的SOP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些 繁文、露节 你就交给专业的 再让我们看看 因为数位转型 你知道吗 现在 安太岁也可以数位化 目前有线上安太岁的寺庙 有五间 分别是蒙甲荣山寺 新竹都城隍庙 大甲镇蓝宫 陆港天后宫 还有东港的东隆宫 非常方便 因为大家现在 工作啊 生活的形态 没有办法 刚好在 虚安太岁的期间到寺庙去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 数位的方式 而网路电子祈福呢 其实每间公庙的流程都不太一样 收费大概落在五百元到两千元之间 好像比较贵耶 只要收到汇款 提供个人资料 没有方便会帮你一条龙的 完成安太岁的服务 真的是蛮符合日理万机的 现代人生活形态 所以大家或许也可以考虑一下 数位安太岁哦 这包含对于海外求生活的 异乡游子们 也是很方便 但如果上述这两个方式都不行 你还有一招 那就是 自己在家中安太岁 无论你家里面有没有神桌 都可以自己在家里安太岁 只要按照五个流程就可以进行 一 前往寺庙 向庙方领太岁符 前往寺庙 那海外的游子们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在海外没有办法到寺庙的话 你可以从农民历 剪下内业附带的太岁符 或是从网路下载免费列印 然后再写上姓名 向太岁新君请拜 这也可以 好吧 所以看起来也不一定要跑寺庙 但是 怎么感觉安太岁 其实还蛮方便的 太岁新君们也是要数位转型的 好吧 看起来神明也是与时俱进 二 对着太岁禀告犯太岁者的资讯 以及在家安太岁的原因 就是我现在人在海外 或者我在日本 我在美国 我在欧洲 家里附近又没有寺庙 总不能去神社吧 所以只好选择在家里安太岁 我想神明应该可以理解的 三 如果家里有神桌 要先跟家神禀告太岁的事情 再将太岁符贴在神像的左侧 记得贴的高度不可以高于家神哦 除了先禀告之外 原来一定要贴在左侧也不能高于神像 哦 这些细节大家听到了哦 四 如果家里是没有神桌的话 就不用特别准备香炉 把太岁符贴到干净 而且不会太吵的角落就可以 大家注意不可以针对厕所哦 要干净不能太吵的角落 而且不能正对厕所 不知道放在书桌上可不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放在床头上 免得太岁爷来陪你入梦 五 每天敬拜太岁 要双手合十祭拜 辛辰哲林 有拜有保佑 就很像每周 要收听我们周更的节目一样 HOVA的Podcast节目 有听有收获 而以上呢 快速简洁 辩明 数位转型 对你有帮助的安太岁 小撇步 你记得了吗 以上就是本周的节目 我是Dr.莫莫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Same Time Next Week Bye PTT 此报此报此报道 那我问小王 点光明灯跟安太岁 是同一件事情吗 两者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说安太岁是消灾 而点光明灯是祈福 所以安太岁完之后 照样可以点光明灯 两者并不冲突 所以大家记得 在今年的2月3号到2月24号 第一波安太岁安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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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